Hello,大家好,本期视频是跟大家聊一聊YouTube双字幕背后的原理和使用细节以及我下个扩展的计划 YouTube双字幕的表演效果主要是由数据驱动完成,而不是用代码修改字幕的外观 而是修改数据本身,在两种字幕之间使用换行服务分离就行了这样的原生效果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与YouTube原生保持一致,不受任何影响 你可以随意的拖拉,以及改变大小,甚至是改变自定义样式 默认字幕做了一个国际通用型列表 用户可以任意选择任何的翻译语言,非常的自由 这些菜单的样式全部是取自YouTube本身 所以无论YouTube未来怎么变化,它的外观始终能够与YouTube保持一致 还有翻译列表也全取自于YouTube本身 我们看到这里的翻译数据其实是借用的是我们这个地方自动翻译的一个数据 其实跟它是保持一致 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当我们是中文语言环境的时候 这个地方它是中文的 如果你是英文的,这个地方它同样也是英文的 所以这很好的解决了一些差异化的问题 它翻译列表中,它有一个默认是一个自动 自动代表的是与流量器的语言保持一致 如果你是中文的,这个地方自动就是一个中文 如果是英文,自然而完也是英文 当然自动有另外一个作用 待会儿会在单字幕中讲到这一点 单字幕主要是一个字幕模式切换的功能 它可以让你用户自由地选择两种不同的字幕模式 单字幕它有一个优化 会先去寻找视频已有的字幕 如果视频没有这个字幕的话 它才会进行机器翻译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语言环境是中文 当我们开启单字幕的时候 它会优先在字幕里面去寻找是否有已经上传的中文字幕 如果没有找到的话,它才会使用机器翻译来翻译这个字幕 我刚才提到默认字幕中有个自动选项 自动选项在单字幕模式下格外有用 因为它不单单是微音货匹配默认语言 更是微音货增加了这个语言匹配范围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YouTube中它有一个特别情况 就是一种语言它可能有两种或者多种的语言代码 像我们中文的就是zh-cn和zh-hns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视频,在这个视频中我们是使用单字幕 然后会去寻找本身已上传的字幕 比方这个地方有一个中文字幕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这个中文字幕 它可能是zh-cn或者zh-hns 所以这个地方要100%匹配 它确实是否有这个字幕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使用的是自动 因为自动我在这里做了一个优化 就是自动它代表了两种语言代码 像最大的范围器匹配这样的一个语言 如果你不认识的是中国景体 中文景体代表一种语言代码 中文景体它这个里面代表的是zh-hns 但是如果匹配这个里面的代码情况下 可能它不是zh-hns 而是zh-cn 所以说它虽然是同一种语言 但是它是有两种语言代码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就错过了 它可能就没有使用视频已有的字幕 而是去使用了一个机器翻译 所以当我们使用的自动的情况下 它就代表了两种语言代码 它就能够非常完美的匹配到 是否有这样的一个以上传的字幕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会比较的绕吧 但是对于用户来说 如果你不是一个双字幕的用户的情况下 如果你只喜欢用单字幕 那你最好是使用自动 因为自动可以尽最大可能 让你使用的视频已有的字幕 而不是使用机器翻译 如果你是一个双字幕用户的情况下 那其实它的意义也就不大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双字幕它总是采用的机器翻译 那么这里可能就有人觉得 虽然这个里面有英语和中文 那你能不能把这两种语言 像这样合并的双字幕呢 其实在技术上是可以实现的 但实际上落实下来实现不了 主要是因为这个字幕制作者 他不规范 他并不是每一句话一一对应的 他可能就是很随意的 来去做这个字幕 他们的歧视时间 持续时间以及顺序 以及多句话合并成一句话 或者他用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 去掉了很多形容词 修饰词来做一个简单的翻译 这个时候造成的很难匹配上 当然如果你使用的 机器翻译的情况下 就不会这样了 因为机器翻译是每一句话 对应的每一句话 所以结果就是双字幕 它的第二种语言 永远都采用的是机器翻译 而单字幕就没有这种 需要两种语言匹配的情况下 因为它每次只显示一种字幕 如果你使用单字幕 其实你就可以把这个扩展 理解成一个自动帮你切换 自动翻译的一个插镜 你每看一个新的视频 都要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其实很繁琐 有时候你可能不太需要这个扩展 或者说临时不用了 你就可以顶这个图标 出于用户友好 增加了一点操作音效 这个很直观地让你知道 重启关闭这样的一个操作 而且它有个很明显 看得到的优点 就是所有的字幕更改 它都不会去做一个页面刷新 而只是一个字幕刷新去够了 当然有时候我们看到 这样的情况 就是我顶级之后很慢 就是字幕反映的很慢 也许有人可能觉得 这是不是成就出了问题 不是这样的 这主要是因为 YouTube网络不好的情况下 它字幕的请求 访问数据会比较慢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形象 你可能需要等待 如果说很长时间 没访问回来数据 可能这个请求失败了 你可能这个时候 你就需要手动的 但这种情况很少 主要是因为网络环境 特别差的情况下 你也可以手动去顶级它重启 这个图标的右键的时候 会看到有一个反馈 学的更多GateHub 它是一个开源的程序 就是一个非常透明的程序 这里还有一个反馈 主要是因为 有用户觉得有问题 但我自己测试了很多变质 我觉得它已经非常成熟 没什么问题 或者说就我个人而已 就是已经找不到什么问题了 但是有了用户 可以有一些特殊的场景 或者特殊使用情况 可以做一个反馈 如果说你不是一个GateHub用户 了解的情况下 你也可以在视频的下方 做一个留言 如果你是一个热心的用户 也可以发送GateHub 或者录屏到我的邮箱 好的跟大家谈一谈 我这个下一个扩展的计划 可能比较喜欢长新的 微软最新出的 埃及这个浏览器 有一定的了解 埃及浏览器 它类置了一个极井的一个功能 这个极井的功能 我个人觉得它是非常实用的 但我在口罩上面 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插件 所以我下个扩展的计划 也就是实行这样的一个扩展 我要做的跟极井还不一样 因为极井它你可以看出 它就像是我们传统的 一种网络时常夹的感觉 它更像是一种 强制性的一个扩展 你必须要使用一个 无软的账户 你的极井 它也不能够转移到其他的地方 但我要做的 不是一个账户的概念 而是一个类似 书签增强的 它所有的数据 保存在书签里面 而不是保存在一个 什么网络账户上 如果你有了谷歌账户的情况下 就可以同步这些书签的数据 然后你打开极井的插件 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效果 在极井上面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像这样的一种版本 还有一种是 plus版本 plus版本和非plus版本 它们这些区别是 多了一个大的导航 主要是方便于 信息密集的用户 需要很多收集的资料 很多比较长上的网站 一个比较大的导航 因为这种导航 它没办法用冰塵的方式 做一个开关 所以它只能分成 两个版本来做 大概的雏形 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 但是可能还要增加 很多方便的功能 比如说基本的搜索 删除 还有挪动它的位置等等 以及需要显示宽度 每一行的个数 都可以做到一个人形化的比方 还会有一个类似的清洁功能 比如收藏了很多重复的书签 每个网站的书签分开了 没有做一个很好的分类 也没有做很好的一个标记 这造成后来 就是复用起来 就不知道该怎么去找了 这个曾经收藏的这个书签 那如果说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 好的建议 都可以说在下面做一个留言 也是一个好方法 就可以采纳 清洁到了下一个扩展当中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